那这一点说完之后呢 我们关于在用户模块当中 要带着大家去写的代码呢 就都写完了 剩下的代码就都留给大家去写了 我们来看一下 都有哪些接口呢 看一下 先说修改当中 这个用户头像刚才说完了 底下这个地方 用户名 用户名的这个dp 好写过 好写吧 你在这个地方输入一个dp 然后呢 后端当中所以写一个接口 写一个接口的话 你哪怕只有一个值 我们建议大家 你也拿json去穿 哪怕只有这样的值 你也把它转换成json 然后呢发送到后端 后端要做的工作就是 定义一个对应的 那样的一个试图吧 定义一个这样的试图 然后呢 必须那个试图是不是得加装戏啊 要求用户必须登录的 然后呢通过json方案 拿这个数据 拿完了之后 然后呢 直接把这个数据 保存到数据库当中是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后端所要做的 用户名跟这个useid 直接操作刚才的 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 操作它 把那个用户的名字 因为用户的名字呢 已经在这儿了 有这样的那种字段 把它更新一下 更新成用户数据的东西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点 那你前端的话 是不是也直接操纵 阿达克斯的方式 网外发送就可以了 再来看一下 还有哪个接口呢 还有就是关于 在我的这个页面 在我的这个页面当中 一进入进来的时候 这里面呢 要去展示用户的头像 用户名跟手机号 那实际上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能看网页代码 我们看一下这网页代码 网页代码当中 这里面呢 我们已经给你流出来了 就相当于这里面有个emage 对应该展示用户的头像 然后呢 在一个地方展示用户名 在一个地方展示用户的手机号 所以应该是 在页面一加载的时候 你向后端去请留吧 所以后端要写一个接口 那个接口呢 就是根据你登录验证器之后 根据这个登录装扰器 拿到这个user id 然后直接去数据库当中 把根据id查询一下 把所有数据拿过来之后 转换成json 往前端一板就可以了吧 然后呢 前端在拿 根据拿到的数据呢 直接通过jcrate的方式 给你设置到这个阶段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接口 也能够做得了 再用哪个接口呢 再就是关于实名认证了 实名认证的话 这里面的一个页面当中 要堆一个是两个接口 哪两个接口呢 第一个接口就是说 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 如果说之前有签写过数据 你要把那个数据给展过来 所以应该是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 应该向后端 再来去获取一下数据吧 还是根据用户的id 还是回来查这张表 在这张表里面有 用户的身份证号 跟这个真实姓名 拿过来转换成json 反复前端 前端中呢 签到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第二个操作呢 就是用户如果在这没有 你点击保存 在点击保存的时候呢 还是把这两个字段 就跟注册是一样的 把它转换成json 然后呢 发送到后端 后端一保存 保存的时候呢 更新这个数据库里面 这两个字段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才说 这几个接口 就没有别的技术点了 都能够写得出来 所以这几个接口呢 我们就是留给大家去写 这几个接口呢 感谢观看